由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性 有关中共18大高层人士安排的各种传闻层出不穷 上海市委书记云正生是否在18大能够入常也被受怀疑 有消息说被视为余正生幕后老板的江泽民 对余正生入常的态度表现超然 据信只能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的江泽民 很可能已经无法表态 所以自然会超然 不过海外一些媒体为什么要放余正生不入常的传闻呢 下面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据了解 一向被视为太子党老大哥的余正生 18大将成为他政治仕途的末班车 更是余正生挤进最高权力圈的最后机会 江泽民曾是余正生的父亲余启威 也就是黄敬的下属 1980年初 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成为余正生的上司后 对余正生大理提携并重用 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 1992年 江泽民早杨上昆时 余正生通过邓普方成功说服邓小平 使江泽民顺利接掌军权 另外海外中文媒体放出风声表示 被视为余正生的幕后老板江泽民认为 余能当到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就足够了 没有必要再入常 被外界公认已经成为活死式的江泽民 还有精力来关系余正生不必要入常吗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 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个植物人作为一个僵尸 还会说这样的话吗 说那么我想就是这个问题本身 大家听了都已经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了吧 那当然有一些媒体这样炒作 也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所在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风声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分析 中共体制下外界和民众无法从中共官方媒体获得信息 同时中共高层各派势力在激烈的内斗中 也只能通过国际与海外媒体释放的信息打击对手 江派要通过他们掌控的海外媒体放出了余政生不入常的消息 很有可能是在现在江派大势已去的这个现实下 原来江派人马或者是有江派色彩的官员 纷纷脱离江派的一种表现 同时借这个消息来释放出江泽民还对现有的证据又影响力的这种假消息来给自己壮胆 近期江派利用海外媒体连续释放了不少的假消息 也都表现出了一种他们末日来临前的一种状态 6月8号香港南华早报放风预测七常委人选 余政生在名单之中 北戴河会议后也传出北戴河会议所谓拟定入常名单 一份包括余政生和张德江 另一份为保余政生而舍弃张德江 不过在目前9名政治局常委和25名政治局委员中 以68岁退休惯例为限 今年已超过67岁的余政生面临年龄超限 资深媒体人王宇新分析 江派放风的目的是投石问路 试探党内外舆论的反应 以目前形势来看 备受争议的余政生入常希望渺茫 对于18大之前的种种传言 张伟国表示 有关的各方还会放风 他强调 只要最后的名单没有出来之前 任何变数都可能发生 尤其薄熙来事件 使得各方的利益有了新的较量 需要重新洗牌 内斗激烈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届 甚至于也不排测 就是在正常的他们共产党 自己会议的议程上面 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 所以不到最后一刻 正是官方公报宣布这个名单之前 所有的名单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试探 一种气球 是某一方面放出来的风 夏小强指出 种种迹象表明 在目前的局势下 江派已支离破碎 十八大之后 江派在政治局已经失事的高官都将下台 甚至连指定自己职务接班人的机会都没有 江派面临了绝境 江派面临了绝境 江派面临了绝境